欢迎您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我们先来看现场最新的消息 就是行政院长陈冲今天要南下去勘灾 结果呢我们今天五间新闻有看到 他被卡在台南 因为呢这个高铁卡在台南下不了高雄左营了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呢 他这个率领专家学者行政院长陈冲 南下屏东三地门开灾 现场最新的情形 连线记者黄顺阳带我们来了解顺阳 主播各观众受到强烈封面影响 南台湾持续降下大豪雨 尤其是在屏东的三地门 雨量更是惊人行政院长陈冲 也率领专家学者来到现场视察 我们赶紧先来听一听稍早的访问 从雨量的分布来看的话 这个地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这个大概我看这两天的雨量 24小时一样分析的话 一个就是高雄的桃园区 这以前也是莫拉克的一个灾区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山地门这边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行政院长陈冲表示 对于这次造成的灾害相当重视 因为这次的降雨量不但造成全台 大淹水 山区的土石被冲刷 掏空的情形更为严重 许多道路都被掉落的土石挡住 无法通行 院长也表示 由于近年瞬间降量不断增加 在排水系统上的处理更为重要 也会在行政位上增加排水建制的预算 尽量避免造成更多的伤害 但是目前山区这边还是持续降下 大雨山坡就像是瀑布一样 大水不断冲下来 民众如果真的行进附近路段 还是要特别注意 以上现在为你讲过的最新情况 镜头将给彭丁主播 好 评宗三弟们可以说是 这一次豪雨城灾当中 灾情这个雨量最多的三天下了 破千公里了 然后刚刚又听到说 第四号台风成型了 居然第四号了 虽然台风今年到目前为止都没来 但是还有一个苦主叫做日本 常常没有来的都到日本去了 日本人一定更想把这个台风给毁了吧 其实以台风来说 刚刚西萍老师有提到 就是以飓风跟台风的成型 它其实都有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海水的温度 海水的温度高于一定的温度之后 台风或飓风才会形成 那同样的以台风来讲 正常台风的形成的话 海水温度必须在25到26度之间 那如果我可以把海水的温度 去做一个调整的话 那我就有机会把台风削减掉 那日本的伊士工业呢 它根源于这个理论 它其实也研发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当然这个可行是在实验室里面可行 它的方案是这样的 它是研发用潜水艇 它每个潜水艇的旁边呢 对它去负载8根大概长20公尺 然后宽大概70公分的那个钢管 然后负载有帮谱 一样我是把海水的那个 低温的那个海水往上冲 去一个对流的方式 去让上层的海水去降温 因为我们要维持那个台风的威力的话 它海水海平面的温度 大概在27度左右 那理论上用这样的方式去执行的话 它每一艘潜水艇 它可以每分钟可以 造成480公顿的这个海水 低温海水的往上 那只要20艘潜水艇 它可以去造成 它那个面积是 57600平方公尺 这个范围的那个海平面 它温度可以降低3度 那依照理论来说 这样的方式执行的话 我就可以去消灭台风 但是问题来了 两个大问题啊 一个是我要做这个事情 我投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CP值浮不浮 我投入这个成本 然后我消灭台风 可能跟台风来 因为台风来有的有灾情 有的没有 万一没有 我花这么多成本去消灭了台风 我没合啊 那万一它来了 我达到了我的效果 当然就赚到 这是第一 第二个问题是我做这个事情 那万一台风转向了呢 我们在预测台风行进的路线 其实现在就常常发生失准的状况 那我现在预测说 它会这么走 我在这边去做了这个事情 就要转向了 我这比以前是白花啦 所以这个跟实际的可行 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啊 好我们先把台风再度的拉回 我们目前豪雨的问题啊 又有现场最新的消息 是从台北市木栅万方路 现在发生了道路崩塌的情形 那么当地的居民就指控说 都是这个抽水战的人员的疏失 连线记者戴秋荣带我们来关心秋荣 好的 历经一夜的大雨呢 台北市万方路呢 道路碎裂啊 那么呢 甚至是睡前一片一片的 那么相关单位紧急是抽水啊 来做处置 那么根据了解 可能是因为这个所谓的 湘寒的闸门没有打开 导致压力太强 道路破裂 碎裂 甚至摊放的状况 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 居民一大早的时候呢 就有民众是带着这个 雨伞呢 是冲进了抽水战 紧急的敲破玻璃呼叫来求救 我们听看居民的质疑 我叫不听啊 李登陵也没有人来离啊 玻璃敲破嘛 进去 我要 这个闸门啊 要打开 我没有要死 那闸门是你关的呢 怎么会没有要死 再隔了半小时以上 这样有差多少 差多了 那时候我看的时候 水潮咽这么深 对 那开的时候咽这么深 所以伸到这里非常深 所以你觉得罪魁祸首是什么 那个把闸门关起来的人 还是没有开的人 去运作的时候已经到这里了 那如果他不继续动作 你认为咽到哪里呢 姐姐 到底是不是因为 闸门开关的问题 而酿出了这一场人祸 针对这个部分呢 这个水利局的处长表示说 都要来再做进一步的 厘清调查 不过呢 强调绝对没有带呼职守 当时的抽水机具是一定有运转 至于是不是香含闸门的问题 还要再做后续的厘清调查 现在讲这件事情先交还给彭内 好 台北的万方路呢 路都崩塌了 那么现在居民指控说 是抽水站的人员有疏失 不过今天呢 立刚很多人早上都气得半死 说出了门塞了车下了雨 然后再去接小孩子接接送送的 一下子到底什么十点钟才来发布 说今天即刻停班停课 很多人说即刻是第一次听到 还有人说小孩子去学校 回不去了 现在没有办法去接 那现在说这个气象预报能够说它不准吗 气象预报是很准 政府官员做事有问题 可是郝龙斌讲说因为雨还没有下到标准 是不是这样讲 这个有时候你自己晚上看 晚上雨已经下 我昨天晚上12点多才离开公司 我车子开出去 民权东路上面都已经积一层水 早上天亮的时候 我6点不到就已经起来再看资料 你想想看短短时间下这么多雨 你要不就早上上班之前就宣布说停止上班上课 新闻媒体一早我们公司5点半就开Live 马上就开Live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停了 那结果你到八九点 我那时候看那个雷达回播 雨都要小夏你宣布停班停课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整件事情 然后大家现在出门又发现奇怪了 小朋友送到学校 就再回到家 还没回到家雨都已经没下 白淋了这一场白送了这一趟 所以很多家长生气嘛 下午就当然 我刚建议大家去卖场去看电影 但你不要到山边不要到西边 因为山边西边有危险 其他地方你可以好好去买 凡市长送的价有什么关系 四个字 四四燃料 四四燃料 四个字回不去了 中油黏石酱四四燃料 台湾都是保保险的国家了 日本韩国